公迎龙女重回江城 公迎九天殿龙女回归 公迎龙女重回江城 当初我替嫂子顶罪 被逐出江城 自生自灭 幸得师父相救 三年了 没想到我又回到这个地 死鬼你轻一点 怎么亲爱的你不喜欢呢 贺双双 嫂子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一个嫁给我们家冲洗的玩意儿 我的事也是你敢不问 大哥对你这么好 你竟然背着他做这种事 我现在就去告诉婆婆和大哥 贺双双你敢我有什么不敢的 做错事都是你 怎么办娇娇 这事要非你老公和婆婆知道 我们就完了 还愣着干嘛追啊 贺双双你给我站住 我劝你管好自己的嘴巴 否则我会让你永远闭嘴 老婆对自己不忠 大哥有权知道真相 你贺双双 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就别这样跟你不客气 抓牌我爱你 好了亲爱的 放开我放开我 嫂子做错了就是做错了 我定会如实告诉大哥的 啊 我好言相劝你不听 非得吃点苦头才能乖乖认错 你 我让你乱说让你乱说 哎呦呦你们在这干什么呢 哎呀妈 贺双双这个贱人在家里投情 被我抓了就正着我真教训他呢 老婆 你真的看见贺双双给我弟弟戴绿帽子了 哎呀老公 我亲眼看到的还能有假不成 估计你弟弟现在头上都绿光闪闪了 贺双双你好大的胆子 偷人都偷到家里来了 没有妈妈真的不是我 是嫂子吧是嫂子的嘴 千夫都在现场了还敢狡辩 啊对对 吃贺双双这个时候我勾引到我 不关我吃啊不关我吃 没有我没有 还没有贺双双 当年我们家娶你这个乡村野妇进门冲洗 好吃好喝供着你 现在好了 长本事了 居然背着我儿子偷人 没有我真的没有妈 你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啊 证据已经血脏了贺双双还在这死丫 看来今天不给他点厉害瞧瞧他是不会认的 来人上家法 我今天就亲自处置贺双双这个生活不检点的贱人 妈这种事怎么能让您亲自动手呢 我是家里的长席这种见血的事 就让我来笑老吧 老公哎妈这种事还让娇娇来吧 好吧 娇娇今天给我好好的教训教训他 此地医疆九六年人三十一季就为上级 你 胡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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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 啊啊 救命啊 不想再受罪的话就赶紧给我认罪 嫂子 事情的真相你我心智肚明 你就是无限活 一派胡言 看来我给你抓的这几针还是不够 啊啊啊救命啊啊啊啊啊 老婆 那不会死了吧 我看他是故意装晕想逃过一劫了 哼 这种道德败坏 给我们楚家蒙羞的女人死不足夕 给我把他弄行 打到供出他的恶行为止 好嘞吗 啊 啊 妈 妈 妈我真的没有做任何对不起我老公的 事啊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啊 别碰我你这个脏东西 收起你这些浮昧的招数 粗粗可人的模样 迷惑得了男人迷糊不了我 不是的妈 真的不是的 妈看来不来点厉害的 这个小贱人是不会招的 赫双双你要是再不认 我就让你求生无路求死你 不要不要啊 不要 把他按住 不要 不要不要 嫂子 我跟你无缘无畅你为什么要赶罪杀绝 你这是去哪成章 我为什么这么做 你老公因为公司危机在外面倒数 温柔都快病死 这事你要承认了 我帮你老公解决 贺声声 你不想因为你的无能而毁了你的老 这食指连心 我可不确保会发生什么 你想清楚 你有没有做过背叛你老公楚风的人 慢着 我说 我说 那你可得想清楚 老公 对不起你身体本来就不好 我不想你再为了公司辛苦了 为了能救公司能让你变得更好 我别无选择 没错就是我是我对不起楚风 是我和别人苟且了 说什么 老公 你在说什么 弟弟啊你给总算回来了 你说你天天带着并不为了你跟破红四到处谈合作 你的好老婆居然还有心情带着野男人回家偷情呢 不可能 绝对不 我我家双双 绝对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情 楚风啊 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了 贺商商这个贱人刚刚可是亲口承认 你嫂子也是亲眼所见啊 双双 我要你亲口告诉我 你你你怎么受伤了 你没事吧 你你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是不是他们逼你的 够了 他们没逼我 我也没什么苦衷 我就是受够了 你身体不好 在家里也没什么地位 所以我早就受够了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好了好了 妈 既然这个贱人都已经承认了 那不要脸的贱货 我们楚家留不得你 来人拖出去打死 还算拾去 你帮我顶罪 答应你的事 我绝对不会失业 来人 把他拖出江城 让他自身自灭 这里还是这么亲切啊 龙女 您卧心长难多年 如今已是商界点识成金的神话 江城四大家祠 特地为您举办 欢迎会 特邀龙女 误了 我现在已经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就不必那么张扬 也不知我老公现在怎么样了 龙女大人 不知道有些话当讲不当讲 说 据调查 王娇娇 并没有遵守当初的承诺 现在楚先生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什么 王娇娇欺人太甚 命令下去 今天晚上我要让他在欢迎会上给我道歉 还我清白 是龙女大人 我立刻让我的手下黑豹给王娇娇送行铁 这次我定让王娇娇在您的脚下颤抖 对了 我回来的事 不想让太多人知道 我不想惹太多麻烦 我的身份 暂且保密 是 王娇娇 这次我一定要跟你算清楚 你怎么在这你还活着 你还干什么 老公 你说你为了我才领遣老公 我只有三天时间 我一定会证明自己的清白的 若不忍 我们就离婚 老公 这是我找名利开的药 你吃一个疗症就会痊愈了 时间不早了 我还得回家给他做晚饭 我先走了 老公 我跟你一起去 这 你们还没离婚我林跟着 也好 听说啊 江城顶级九天店 今晚会给龙女举办大型欢迎会 咱们主家要是能 攀上龙女啊 我们就发达了呀 哈哈哈 哎呀 邀请还拿不到呀 妈 谁说我们拿不到 你看 我有 这可是四大家族都捧于的黑豹先生送来 哎呀老婆 你哎你太厉害了 连黑豹先生都送婷婷啊 哈哈哈哈 好 好 哎呀我们孙喜啊就是厉害 哈哈哈哈 还真厉害 哈哈哈哈哈 何双双 你你没死 王娇娇 好久不见了 何双双你没死就算了 竟然还敢回来 主方 实际上带着个不仅仅的脏东西来的啊 我和双双还没有离婚 现在他还是我妻子 蠢过这个女人给你带来这么大顶力帽子 你竟然还原谅他 哼 当年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楚风的事 现在回来我就是自证清白的 胡说八道 你有什么证据 赶快给我滚出去 嫂子不会是心虚了吧 毕竟当年的事 只有你最清楚 楚家容不得你放肆滚出去 妈 你再给双双一次机会吧 你够了 某女的欢迎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大家都准备准备 大家别迟到 是 妈 你这个镊子赶紧给我走 老公你去吧 王娇娇 今天龙女欢迎会之际 就是你王娇娇死期来临之时 就凭你 还是想搞到欢迎会的邀请函再说 哼一会期待你的表现 马上就可以一堵桑界女王的风采 大家千万别在龙女面前撕了礼数啊 反正您放心 一会咱们一定拍上龙女这个高知 嗯 九天天龙女到快快一起迎接龙女 哎呀龙女大人真是经过不让须眉气质非凡呀真乃我们女性的典范 贺双双怎么是你 怎么很意外吗 不可能 九天天的龙女点尸成精是商业的神话 你一个被赶出处家的家庭主妇怎么可能是龙女大人 没错 贺双双 你竟敢冒充龙女大人 你不想活了吗啊 大家都没见过龙女大人难道他真的是假的吗 双双 你可别闹了 等我这让龙女大人来了你就完了 老公 我真的是九天天的龙女 今天的欢迎会就是为我举办的 几年没见 别的本事倒没看到装逼的本事倒是见证啊 看你这身形头 赔了不少男人得到的吧 嘴臭就给我闭着 贺双双你敢打我 我跟你没完 贺双双 贺双双 黑豹先生是我的朋友 你完了黑豹 你是玄武的手下 大胆哪来的莽夫 我和玄武大人的名讳也是你能交的吗 玄武没跟你说我是谁 还在撒谎 豹先生 他就是被储家逐出家门人性可思的剑 他冒充龙女大人 我就是龙女大人 你不知道我是吗 我真是没见过你这么胆大的人 敢在农女大人的欢迎会上冒充农女 就是 恐怕是嫌命太长了吧 你们 固执天高地厚的女人 还敢狡辩 来人 给我拖下去 黑豹 你敢这么做 我劝你别后悔 在我黑豹的字典里就没有后悔两个字 带走 你干嘛 神武大人 属下黑豹 参见玄武大人 黑豹 谁让你在欢迎会上闹事 来人 把他给我带走 玄武大人 我们要来了 玄武大人 大家 无必惊慌 王娇娇 我们该算算账 我没什么可跟你说的 放开 别惹了龙女大人的欢迎会 贺小姐尽管算账 我相信龙女大人 会怪罪 哎 玄武大人 王娇娇 你别挣扎了 我命令你现在就还我清白 什么清白 你偷人的事 大家可都是看到了 陈峰 难道你还让你这破解老婆 再一次的丢你的脸吗 啊 我上去最后 我看你是身体不好 脑子也坏掉了 脑子肯定进水了 看来某人是病久了 不能满足老婆 当然不会承认这种丑事了 你们 王娇娇 这第一巴掌 打你不信守承诺 这第二巴掌 打你欺辱我老公 这第三巴掌 是打你毫无底线 不配做人 老公 我不会让任何人在欺负你的 反了反了 你一个冲袭的东西 竟敢欺负我衰袭 奶奶 这一切都是王娇娇 就有自诩的 祖父 你 你竟敢打我 我有什么不敢的 我看在今天的欢迎会上 谁敢动手 王娇香 事到如今 你还不坦白吗 我没有什么可坦白的 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是你自己不珍惜 我数到三声 如果你再不坦白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事情都过去三年 不可能有证据 客战上绝对是在炸 一 二 三 好 很好 那我就让大家看看 王娇娇都干了什么丑事 都别看 都别看 这不是真的 王娇娇 你敢给我带女帽子啊 这不是真的 这不是真的 你听我说 看看你的好儿子 都做了些什么 妈妈你别气 王娇娇 事到如今 你还不坦白 我 王娇娇 请你立马哄了 不清白 都完了完了 既然我不好过 我也要罪魁祸首不好过 不是我偷的人 就是你 你休想让我给你背锅 你 很好 你既然到现在都不承认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玄武 现在就让王家破产 好 来人 立刻对王家动手 玄武先生怎么会听你的 不 我求你们千万别动王家 我说 是我勾引别人 让何叔叔发现 是我让何叔叔顶嘴 我都说我承认 求求千万不要动王家 老公你见见了吧 我真的没有 我相信你 原来这么早 就背着我偷男人了 我 王娇娇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我们出家 怎么会娶了你这水性洋花的女人 进门 家门不信 家门不信啊 妈 妈 你别笑我 别笑我呀 哎呦哎 今天可是让我们大开眼界了 完了 王家自刺 彻底臭名造主了 奶奶 奶 你慢点 何叔叔 我都已经坦白了 也承认了 海旗玄武大人放了我们王家 求你了 当初我替你顶罪 被打得奄奄一息 求你兑现承诺 结果你出尔反尔 让我老公过得连狗都不如 你怎么不说放了我老公啊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你怎么样当我骂我都行 我只求你放了王家 我求你了 老婆 老公 我们分开三年受苦三年 我们绝对不能轻易饶了他 来人 赶紧给他带出去 我再也不想见到他 老公 这一路上你都欲言又止了 是不是觉得 我对王娇娇过分了呀 当然不是 这是他最有应得的 只是 唐龙酒精的选武大人 你会替你拆遣啊 老公 我要是说 我就是酒店龙女 你相信吗 别逗了 如果啊 你是酒店龙女大人 怎么可能跟那羊母送到我家 给我就跟随便宜的充喜啊 好 说两话长 好啦 如果啊你不愿意说 那你透的选武金 我高 但是哪有问题的话 没事一切啊都我来回答 老公你真好 我们进去吧 王娇娇呢 奶奶 王家一被酒店店弄破产了 估计现在就被竹竹江城了吧 哼 真是便宜他了 等等贺上上 你怎么认识九天殿玄武大人 还想指使他 对付我们王家 哦 无论过了 王婆之前和前后大人有点交情 帮我差点小忙 再加上 这次关于会上王娇娇 闹出这种出门 前后大人 还不满意 所以就往家出了手 我还以为什么呢 原来 就这么点小言小会啊 啊 大哥 我把你老婆顶罪的事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 你夺走我老公的公司该还回来了吧 这是王娇娇自己找的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再说了公司已经给我了 怎么能还 你 奶奶 妈 这几年我替王娇娇顶罪 导致我老公被你们瞧不起 连公司的人都敢欺负他 这些年我老公受的苦 你们该补偿他了吧 这说的也是啊那 哎等等奶奶 这公司是我花钱买的 再说了 王娇娇干的事我压根都不知道 把公司给他了 对我多不公平啊 得了吧楚天 王娇娇的事你会不知道 况且现在王娇娇的事闹得沸沸扬扬的 你再继续在公司担任总裁 只会影响股价 小天确实 那就带楚风去吧 奶奶 够了 你那个媳妇 让我出家丢尽了你 你没管好自己媳妇 该罚 这件事就是给你一个教训 是奶奶 夫人这是您的情景 恶大夫人举办的茶话会 要求我和儿媳妇参加 这时候去等于笑话的份不去 妈 这次茶会宴起的都是各大豪门的夫人小姐少爷 这可是攀高枝的好机会啊 怎么能不去呢 哎呦 既然有各大豪门的人都去 那就是我们暑假 更上一层楼的机会啊干嘛不去啊 妈 这 就是去给大家丢脸看笑话 奶奶 妈 如果你们想去 我们一定会给你们争气的 我也会证明我能当好处家的儿媳 你还争气 你不说话就已经恶弥陀佛了 是管楚家 再丢脸也得去 就让楚风夫夫俩去 哎奶奶 凭什么让他俩去啊 我也要去啊 你那个前妻刚出了这么大的丑 你给我好好在家呆的 不行 我一定要去 这的茶会有那么多名文归秀 我一定要笼络到豪门千金 到时候 谁敢嘲笑我们 只会巴结我们啊 得了吧大哥 你现在头顶都冒着绿光了 哪家豪门千金能看上你啊 省省吧 对啊大哥 你确实白去 不如在家闭一碰头吧 你们 行啦 就这样吧 老公你也到时间吃药了我们走吧 一个病娘怎么能去 凭什么我不能去 糟了糟了 奶奶妈 茶会的情体被人给撕了 什么 怎么回事啊 谁干的 哎呦 晴天怎么会撕成这样 是谁撕的 肯定是楚风似的 啊啊我我没有啊 我都没有看到过晴天 楚天 你不要胡乱污蔑人 咱们家保姆说 在整理楚天的衣服的时候 在他兜里发现 保姆就是人症 不行 把保姆将来 到底什么回事 妈我我没有撕晴天 对我替我老公作证 何况我们都能去茶花贵了 为什么还要撕晴帖 哼 为什么 三年来你肯定觉得我们待你不好 心生怨恨 想阻止我们楚家更上一层楼 奶奶妈 这是报复咱们家呢 楚风 是这样吗 奶奶我没有这么想过 哼 没这么想过 那就是心里边有怨恨了 我心里的确有个不分 但我不会拿楚家前程来报复 我只会更加努力 来获得奶奶认可 哎呦得了吧 奶奶 您听出来了 他心里都有不分了 那是在抱怨我们楚家 和您呢 你够了楚天 你就是自己去不了茶花贵 再让我老公的 放屁 我不是这种人 我老公更不是这种人 那你到底说说 这撕烂的情体 怎么在你老公的衣服兜里 啊 哥 我要真的撕了情体的话 我早就扔了 不可能不能衣服里被你抓到呀 那肯定撕了 忘了扔了呗 强思多理 既然你们 各自一词 那就各自拿出自己的证据来 奶奶 这撕烂的情体 在他的衣服兜里 这就这证据啊 主播 你有证明自己的证据吗 我我没有 等一下 这个情帖 好像是假的 这上面没有钢印 奶奶你看 哎 是啊 诸子人送来的情帖有钢 而这个确实没有呀 居然识破了 这个如何是好 什么 那谁拿情帖 主风 是你偷了情帖吧 哥 我们运营要去茶话会的 我为什么要偷拿情帖呀 显而易见 拿情帖的 除了最想去茶话会的大哥 还能有谁呢 你放屁 我我才没有拿 是吗 那就搜身吧 哎 干什么 干什么 哎你干什么 男女受受不心 你上来搜男二身 你你骚不骚啊你 你 哥 怎么能这么说我老婆的 那我是男的 那我搜你身 你别人搜我 你别人搜 哎 你说你没拿那这是什么 哥 你怎么能这样呢 看来大哥是非常想去茶话会了 呼吸栽赃我老公偷情帖 还把真情帖拿走了 奶奶你一定要替我们做主啊 你闭嘴 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 小天不是在开玩笑吗 对对对对 我就是开玩笑 你干嘛那么较真呢 开玩笑 你差点让我老公受了委屈 老婆 要不算了吧 不行 我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的 我说过的 哪怕是为谁也不行 可上上是可而止 妈 你不要偏心好吗 奶奶这件事情大哥一定要给我老公道歉 道歉 想的美 行啦 吃菜饭的办案是 初天给你弟弟道具 奶奶 奶奶的话也不听了 出风 对不起 气死我了 不行这情节更不能给出风了 奶奶 你看 我又是在想报复咱们储家吧 我拿着情节还故意给撕烂 那这些你得意了吧啊 奶奶我不是故意的 这情节坏了 去不了茶发会了 你给我跪下 那我不是故意的 哼 拿着情节坏了 你怎么会等 你干嘛 你怎么会反过 我还是要给我 把天都吃了 我在想 我 你怎么会反过 你怎么会反过 周夫人出了名的一戶只送一份青帖 绝不送第二份 你凭什么拿 啊那你别管我就是有办法 你要是真的拿来情帖 这事啊就算了哎 要拿不出来 滚初出家好 老公相信 喂 周夫人举办的茶话会情帖 你送来一份 农女大人 朱夫人是九天殿的信众 只需要您说一声 不需要请帖 即可随意进出 你送来一份吧 我不希望暴露身份 是 哎呦 这一穷二白的人演起戏来 还挺逼真的吗 可惜了 我们大家不会相信 贺少长 你别在这里丢人现眼 满口谎言行吗 老婆 实在不行还是贵吧 老公 信我一次 我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贺少长 别再积极歪歪拖延时间了 主风 被我跪下 老夫人 主夫人又派人坐来挺挺 我这 瞧见了吧 我没说谎吧 我老婆 我老婆说你拿回心帖了 是不是我就不用说话了 嗯 秦帖送来了 手法自然免了 贺少长就这个一贫如其的穷鬼 朱夫人怎么会送来第二份秦帖 无可奉告 反正秦帖已经送来了 你 哎 这秦帖 是VIP秦帖 除了师大家族 还没人能送到这样的秦帖 哎呀 这跟普通秦帖有什么不一样啊 妈 区别大的呢 这至尊秦帖 能和一流家属的人一个包厢呀 还有这个说法 看来这情节和贺双双没有任何关系 他哪有本人让朱夫人送来这么好的秦帖啊 是啊 我和朱夫人相识那么久都没拿到至尊秦帖 贺双双怎么能拿到呢 可是 朱夫老婆打完电话之后 朱夫人再送来了 对啊 不然一向不会送第二份秦帖的朱夫人怎么会再送来呢 贺双双 别给自己脸上切金了 朱夫人之所以送第二份来 那肯定是 看重奶奶才送来的 行了 别争论了 有了至尊秦帖啊 这是茶话会你们好好表现 快去准备吧 妈 要我先送您过去吧 等秦帆那么换完衣服 那等到什么时候了 咱们先走 好的 哎妈我们先走了 嗯 朱夫 你换衣服去 哎妈 您先进去 我在这等楚风贺双双他们啊 不让我进去 我偏要进去 我看没有请帖 贺双双楚风 他们怎么进去 我的请帖 好 你进去了 哎 先生小姐 请出示你们的请帖 我请帖在我妈那 他已经进去了 我们这没有请帖是不能进 我们真有请帖只不过拿进去了而已 等等这种话我是听过了 在我们这没有请帖就抓紧给我滚蛋 你 好你给我等着 老婆要不算了吧 别担心老公 我能进去 喂 我们在朱夫人茶碗会门口进不去 你过来解决一下 你们两个磨蹭什么呢 还不赶紧滚蛋 是 朱管家您来了 老师在乎 根本就看不到 你是如何欺负朱夫人的客人的 什么 对不起二位 都是我管救 朱管家您客气了 朱管家您搞错了吧 他们两个都没有请帖 闭嘴 没有请帖 你也已经说瞎了吗 啊 还不赶紧道歉 对不起客人 我说我有眼无珠 不知道你们的身份 真是对不住了 没关系 你也是职尊所在嘛 我老公要是不计较的话 我就饶了你 谢谢谢谢 二位有人请 你二位的身份 应该是职尊那天 请跟我来 我还第一次来中茶会呢 看起来真高大上啊 老公喜欢的话 我们以后就多参加 哎呀你可别开玩笑了 这次啊 我们咱妈打招呼 我们都进不来呢 来一次啊我就会满意了 没有请帖 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我他们有什么方法进来的 既然我受带劫 你们也休想受带劫 iron 儿子 你叫谁儿子呢 你 我是你妈儿子 长这么大了 小妈妈好好看看 我让开 神经病吗你 我是楚家大少爷 我可没有你这么寒酸的妈 楚家少爷楚天 那没错了 20年前我在楚家当保姆 左的时候把你留在了楚家 这因为配可以作证 神經病嗎你 不可能 不可能 你就是我儿子 二十年前 我还在楚家当保姆 照顾楚大少时 一百出世故他没了 我只能将你和死去的楚少爷调换 这些年 我一直没敢找你 我不信 然而你体检的时候没发现 你和楚家的人都不一样吗 能隐瞒下来 都是因为我嫁给了张家 买同了家庭医生 才把这件事情隐瞒下来 你真的是我亲妈 有钱是吗 有钱 我给你 赶紧走 赶紧走 钱我暂时不需要 我今天以为是来卖好东西的 能发达了 有钱了 小小的张家 也能基身三流家族 你想要夺得楚家 我还能助你一臂之力 你说真的 真的 刚才看你那样子 难道那变样子 就是楚家少爷 楚风 没错 我要想见证楚家 必须弄死楚风和他老婆 你去帮我 把你给他毁掉啊 放心儿子 妈妈一定帮你 别叫我儿子 就要楚大少爷 懂吗 好好好 就等着瞧吧 老婆没事吧 不然我帮你回去除药 没事老婆 吃了要你的药以后啊 我现在自己好多了 怎么一来重要场合就咳嗽 妈 我不是故意的 懒得跟你说话 你们俩听好 今天来的客人尊贵 你们都给我少说话 知道了吗 哟 哟 老姐妹啊 这就是你的病样子 儿子和生下来的儿媳啊 怎么也不介绍介绍 他们就是我的儿子 儿媳 这是贺夫人 张夫人 两位伯伯好 哎呀 这个是茶话会 才了个病秧子 也不怕传染了大家 我老公的病不传染 对 别乱说 哎哟 你是小慧吧 你这么多年没回江城了 我差点都认不出你 哟 你们认识啊 当然认识 二十年前小慧在我们家当保姆人 现在看小慧的样子 似乎二婚嫁得不错呀 比不上楚夫人养尊楚诱 就是楚夫人这儿媳没选好啊 这大儿媳属属于是江城名人 这儿媳嘛 这是个出席取来的 看来这楚家啊 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哎哟 老姐姐 你这个儿媳妇啊 把你里面都丢光了 盒子啊 是楚家都被丢光了吧 姐姐我要是你啊 我都没点来参加这个谈话会 小天也是遇人不数 我相信我们家会苦尽甘来的 大儿子要是离婚了 倒是可以苦尽甘来 重新找我千妻小姐 倒是这儿子 比苗样的恐怕熬不到再去第二个了吧 你 这位伯母 请你嘴巴放干净点 我老公的病已经有所好转了 而且我们感情很好 情比金尖 不需要你多管闲事 我没有多管闲事 这情比金尖又如何 你除了会照顾这鞭子老公 还会干净啊 什么都帮不了你老公吧 我 贺夫人的儿媳听说就很优秀呢 给贺家拿了不少货弄吧 是啊 我媳妇家里要你得挺挺有条的 也给家族增加了不少的贡献 但是这些都不止得一提 哎呦 你家儿媳这么优秀 还这么谦虚干啥 我可真是羡慕你啊 不像我家儿媳 只有你点财女的名头 也只有孝心呢 当然了 我很满意 给我们家生了个大胖小子 哎 楚夫人 你这儿媳也过门好几年了 是不是还没给初家听兵啊 他们还小 不急 不急 这些事 就不麻烦大家操心了 我这不也关心关心吗 再说了就变样子 我们生出孩子呀 张会啊你怎么说话的 我这是实话实说 再说了 你儿媳病了这么久 多少会有点力不从心 我劝你啊 少带你儿媳出来 免得像你带儿媳一样 给你儿媳戴绿帽子 这种话你都说得出来 你真是为老不尊啊 你 贺夫人 张夫人 我要见朱夫人了 你们随意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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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嘴 我今天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妈你打他干嘛 这件事和他没关系啊 什么没关系 淡发他今天震口气 我也不知你这么难堪 妈对不起妈 我以后一定给你争光的 我一定会给我老公争气的 你给我安分点 楚风 等回家了你就和他离婚 今天来了不少豪门千金 你就给我回去见见 妈 我绝对不会和我老婆离婚的 你要气死我呀 妈 妈 妈 这是干什么 朱夫人请来了书法泰斗罗老 特举办了这场书法比赛 第一名能得到罗老推荐 进入江城市书法学会名额 可不是吗 江城书法学会啊 百年来制造了五个人而已 个个都名阳四海的书法大家了 能进学会啊 能立马名阳整个北国呢 我儿媳妇才华出众 我一定要把他报名 我儿媳妇什么我也要给他报名 楚夫人开什么气啊 是啊 你儿子儿媳都没这个本事 人报名参加都不敢吧 你 小心 你你怎么也这样 妈 楚风做生生都能参加 我怎么就能来了 是啊 这楚大少啊 看着就比你的病养的儿子出色多了 妈 我也报名了司法比赛 您放心 我一定夺得魁手 让你啊 扬眉手气啊 好 那就试试 妈 楚天从小不学武术 他要是参加 岂不是丢人现眼吗 老婆 别这么说 双双双 你这是个抽血的东西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我要是不行 你和这个逼安子就能行吗 我自知能力有限 自然 我会自虚欺辱 老公 你也太谦虚了 你的字比楚天的字可强一百倍 既然老公你不参加 那我就替你参加 我要夺得第一名为你争光 嗯 好 段双双 您就是个充其的货色 什么都不会 你哪来资格网啊 赫上上 你别给我丢人现眼 老婆 我不需要你证明自己 我再扶你就中了 老公 我知道你不嫌弃我 但是我也要让别人看看 我也能为你扬眉子气 真是太搞笑了 来参加茶儿会的 都是学生严谋的少爷小姐 轮到你冒口吗 我劝你不要自取其辱 那我们就是米袋吧 让你别出风头 你偏要出风头 我回去收拾你 哎楚夫人 别着急走啊 是去找周夫人吗 等等我啊 所有报名的都有一张 罗老亲自点赢 亲自去 楚风 后来说 现在不放弃 就等着丢人吧啊 老公等我 开始吧 写完了就交上了啊 没关系 没关系 楚风 我看你脑子进水了吧 竟然让他参加啊 哥 就与那水瓶座的参加 我老婆怎么不停了 不自量力 罗老 可以出了名的毒蛇 专喜欢点名第一名 和最后一名 这结果嘛 很明显 贺双双肯定的最后一名 贺双双 你啊 就等着看笑话吧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哼 各位 第一名和最后一名 已经产生 这次品贴 我 罗老 我 我就是要得第一名了吗 哎哟 是不是他老婆给他红了绿盔甲 头顶绿优优的 楚家大少吗 对啊 他既然获得第一名 那前途无量 成功快续啊 头带点绿也不影响帅 楚风 看见了没有 我才是楚家最受瞩目的大少爷 而你 只配活在我的阴影桩 跟我抢楚家 你也配 哥 我承认你很强 我心服口服 等等老公 罗老可没说宣布的是第一名 还是到处第一名 某些人啊 可别得意的太早 免得打脸 哼 我看 你是忌妒吧 哎罗老 你快宣布吧 我我是不是第一名啊 什么第一名 看你这个狗八字 不堪入目 还配得上书法 这 怎么会 所以他是 倒数第一名 这 那怎么会 哎 原来是倒数第一啊 还真以为是魁首呢 哎呦喂 刚刚那么高调 这会就有多丢脸 楚天我就说吧 别高兴的太早 怎么样 现在感觉 是不是很好啊 你不闭嘴 就算我不是第一 第一能不能让你 那可不一定 罗老 宣布一下第一名是谁吧 对啊罗老 我宣布第一名啊 现在我宣布 第一名 是贺酸酸 罗老 你说什么 男位小友叫贺酸酸 在现场吗 老婆 罗老在喊你名字 贺酸酸是我老婆 他在你头上就罗老 啊 你就是贺酸酸 这个字体是你写的 嗯 没错 厚身有违啊 哈哈 哎呦 原来贺酸酸这么厉害啊 是啊是啊 这小姑娘真是不得了啊 是啊 楚家是撞大运了 要不得了了 哎等等等等 罗老 这个贺酸酸就是我们主见一个冲喜的废物 什么都不会 怎么会写书法 罗老 你是不是看错了 楚天 所有人都在罗伯演评价写的 而且要有署名 怎么可能搞错 楚少爷 我也没下 这贺小姐 她的字 一次则千金 这么高的评价 足以证明贺酸酸有多厉害了 倒是这楚天 就这么害怕她弟妹大出风头了 嗨 你不知道吧 她得了倒数第一 结果看不起了弟弟媳妇得了第一 心里不平衡了呗 嗯 哎呦 这大男人心言真小 我 我 快说呢 假设我正式邀请成为我们江城的书法学会会员 老婆快答应啊 罗老 谢谢罗老赏识 但是我参加比赛 我现在是为了给我老公争点面 又不想加入协会 为何 你进了我们江城的协会 也可以银扬四海 也可以证明你自己 这样会让你的老公 扬眉吐气 我可是商界神话 九天天龙女 早已名扬全球 还真不需要这点名气 罗老 我对协会不感兴趣 我就不浪费名额了吧 小友啊 你真有意思 人可有意思 那我也就不勉强你了 哎哟 这多好的机会啊 就这么放弃了 可不是吗 要是等楚红知道了 只不定要要气吐血呢 死啊 果然是暮光短期的货司 这种好机会都抓不住 老公 我没进入协会 你不会生气吧 不会 你说我老婆 你不愿意 不就算了 老公你真好 我觉得我以后 要对你更好才行呢 罗老 实在抱歉我来晚了 听说第一名是位才女 不错 才女 那要是介绍给我儿子 我们家可不就是鸡犬升天了吗 罗老 不知这位才女是谁 可不给我们引荐引荐 妈 不用你借了 这位才女啊 这是我们家双双 我的老婆你的儿媳 啥 你再说一遍 什么 初夫人高兴坏了吧 那我就不打烙了 让你们好好的开心开心 你再说一遍 贺双双 妈 罗老说你拒绝进入江城书法协会 真的假的 哎呦 妈 罗老亲口说的还能有假呀 妈 你闭嘴 我要贺双双双亲口说 妈 我确实是拒绝了江城书法协会的邀请 你居然拒绝 你知道进江城书法协会后 对于楚家意味着什么吗 妈 你打他干嘛呀 他刚给我们楚家阵子眼啊 我不仅想打他 我还想打死他 这么好的机会都放弃 你是故意的吧 妈 我 我只是对书法协会没有兴趣 白白浪费一个机会 能者拘之 让给更需要的人不是更好吗 别再信口四皇了 我看你啊 是将祖的楚家崛起 妈 就得好好绝绝教育他 楚天 你别耐着山风天火了 妈 双齿不喜欢在西卫 老公 都是你惯着他 我们今天来茶话会 就是为了找机会 你们浪费这机会就回去等着受罚吧 哼 乱你扶上枪 老公 疼不疼啊 多怪我 我不该拒绝的 没事 不疼 更何况 我觉得你说的对 虽然进入协会 仍被楚家鼓帮助 但意味着 你会为了楚家 一辈子被进入在协会里 这对你不公平 老公 你怎么这么好啊 不过你放心 这种机会 对于我来说多的是 我一定会帮你夺得楚家 然后让楚家成为 江城第一大家族 好了 你又再说开心话哄我了 这次的目的啊 还是得给我们楚家 多找合作 所以啊 我们得多找这些宾客 沟通沟通 隔壁啊 在古玩站上 好了时间不早了 快去吧 好 罗朗多谢您这次赏点参加 请喝茶 我也是听说 你儿媳送来一件 我 非常稀奇 能否让我见上一下 罗老见过不少好东西 我还真有一件 准备让您长张眼 来人端上来 你儿媳送来 哟 这是马呀 没错 不过 这是唐三彩的站马 我儿媳家主传下来的 颇为稀有 价值三千万呢 我儿媳特意送我的 天呐 这三千万且不说 既然是祖上传下来的 那可是传家宝啊 是啊 祝福了呀 你儿媳爸爸真一受了 是你啊 叫送传家宝 是啊 祝夫人真羡慕你 有这么厉害的儿媳 不像某些人 风头倒是自己出了 结果好处一点都没留给婆家 也不知道俺的什么心 比不上 朱夫人这么孝顺的儿媳 还惦记着自己的娘家 罗老您瞅瞅 这唐三彩的站马如何 不错 这个唐三彩啊 这个花纹 折地 手感 啊 非常精致 世界好东西 既然罗老都说好 那我就放心了 这世间仅此一见 我也打算拿来当传家宝 哎呀 有这么孝顺的儿媳啊 朱夫人 你真的是好福气啊 可不是嘛 我儿媳啊 要是送给我这么好的传家宝 我做梦都会笑醒啊 哈哈 这唐三彩 怎么和玄武送给师父的一模一样 如果 世间只有一件的话 他朱夫人这个难道是假的 什么 贺双双 你竟然说唐三彩 是假的 楚天你胡说什么 我们家双双从来没有说过这唐三彩是假的 贺双双 我可是清清楚楚的听到了怎么 你不会不承认吧 没错 我的确说这唐三彩是假的 贺双双 罗老杜说这个唐三彩是真的 只能有假 你给我闭嘴 别给我丢人窃眼 妈 妈 这唐三彩十有八九是假的 贺小姐 这可是我儿媳家住存下来的 你为什么非要说是假的呢 哎呀 我看某些人啊就是不懂装懂 可惜以为大家会相信吗 就是 贺双双 你就是一个充喜的东西 别在那里一笑大方啊 我 何小姐能写出一字千金的书法 想必有自己的见识 说给大家听听 何以为假 难道你会鉴别 我不能鉴别 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就是假的 还直觉 不就是胡言乱语想请请大家注意吗 老婆 这种上河就别闹了 老公你相信我他真的是假的 这样吧何小姐 既然你非要说是假的 那你能否证明给大家看 何小姐 你书法高潮 就别谦虚了 快给大家证明一下吧 哎呀罗老 这个贺双双就是个冲喜的啥都不会 你们不会认为他真的能拿出证据来吧 是啊 搅乱了朱夫人的茶话会不交代别想好过 好 我证明朱夫人 这唐三彩要是假的 那他就归我了可否 若是假的 那你还要他干什么呢 哎呀朱夫人 这证明啊这唐三彩就是真的 他呀是想做假证 不定是想拿走这价值不菲的唐三彩 原来是这样 何双双你好深的算计啊 哎呦丢死人了 还不管不管你这小丑媳妇 朱夫人你就说你答应不答应 好 我答应若是假的就归你了 若是你搬弄是非 我绝不轻饶当然 那大家就看好了 我走了你先干什么 啊 啊我的杠杀杀杀 哈哈 朱夫人 刘夕是疯了吗 确认赶朱夫人的传家宝 何双双 你怎么敢 我打死你这个疯子 妈 媽你別這樣 孽子他做錯事你還維護他 媽其中一定有什麼誤會 我相信雙雙他不會亂來的 你們看這上面印的什麼 怎麼唐三才裡怎麼會有簡體印章 顯而易見這唐三才是仿製的 他並非真的古董 呦 這唐三才還真是假的啊 沒想到老虎也有打眼的時候 真是青春於藍勝於藍 厚勝有為啊 龍老客氣了 我也是憑直接猜的 你太謙虛了 楚風小友 你娶了個好媳婦 楚夫人 下次別太早起的埋怨兒媳婦了 我老說的也是 尚尚 我不服你了 哎呀 這唐三才無論真假 都被河上摔壞了 這這如何是好啊 是啊 朱夫人的兒媳肯定也被騙了 只不見是花了三千萬買的也不一定 就被喝醉醉摔碎了 也比三千萬吧 是嗎 三千萬 這 我剛和朱夫人說好了 要是這個證明是假的 就歸我了對不對 朱夫人 對 有言在先 賠償就不必了 只是今天讓羅老看了笑話 回去我定要好好說叫我那兒媳 朱夫人被蒙在鼓裡 我也打野了 是啊 朱夫人 就算你兒媳買的都是假的 但是他給你的孝心是真的 對 說的對 都怪背後騙人的騙子 我還得感謝賀小姐幫我建議出假的呢 我也是瞎猜的 是啊是啊 他也就是硬氣好 你們啊 這是太謙虛了 對了 張惠夫人今天帶了一個億的古董來 我準備買下 既然羅老和賀小姐多在此 可否一同幫我長張眼 喬喬合不合適嗎 那我得好好地瞎瞎 朱夫人我也是個門外哈 如果你不介意那我就幫您瞧瞧 朱夫人 除了古董 我今天還帶了見面證書前來 羅老張眼我意見 那賀雙雙不合適吧 這 他瞧瞧了我打野 他不合適 那我其不更不合適 羅老 我不是這個意思 羅老 剛剛賀雙雙那是誤打誤撞 他哪有什麼本事 就別讓他再出丑了 初天你什麼意思嗎 剛才我老婆才讓大家欺負狗福的 羅老都誇獎我了 你不讓我看 難不成那古董是假的 林陽麗齒 我的東西我最清楚真假 好給你看 這些寶貝看到去真不錯啊 價值一個億呢 當然不錯了 張惠家也只不是一個不如人的小家 哪有那麼多的奇珍藝寶 這些啊都是我老公從古門街跑出來的 都是西式珍寶 費了不少錢才得到的呢 張惠啊 你家還有這頓好運啊 哎呀真羨慕你啊 是呀看來啊 我們江城啊 又要見這一個家族然然生氣了 這些東西 怎麼那麼像我師父住的村子後山墳墓裡 露出來的那些古物 周夫人啊羅老 我這次啊是成績要賣的 驗驗貨吧 羅老老老您瞧瞧 根據我多年的經驗 是真的 假的貨幣 得到購買 有羅老這句話我就放心了 周夫人 這貨幣既然您滿意 那咱們就交易吧 好 管家等等 賀雙雙 你幹什麼 賀雙雙羅老都說沒問題 難道你又說這是假的 這批古董是真的 那你這是 有什麼問題儘管說 這批古董是真的但是 朱夫人慎重別買 老婆為何不能買 因為賀雙雙 你搞什麼鬼啊 鑑定言是真的 為什麼不能買 你搞什麼亂啊 賀雙雙 你是眼猴我賣一個億 看不到我賺錢是嗎 還是要故意氣喘朱夫人的 賀小姐請你給我理由 朱夫人 你別生氣 我那兒媳婦腦子有點病 別管他 你們繼續交易吧 繼續 你還不敢進把他拉走啊 媽 我相信桑桑 等等朱夫人別買 朱夫人你別買 你信我 這些古董都是從墳墓裡剛挖出來的 來路不明 我怕你會攤上官司 什麼 來路不明 可否細說 胡說八道一派胡言 這些古董來的光明正大 絕不是來的不明 更不是胡言攤上什麼官司 賀雙雙 我看你個存心搗亂的吧 朱夫人 這個我家弟妹啊 腦殼出了問題 我這就將他壓過去 趕趕趕別動我老婆 夫人 這位先生說 張惠夫人 涉嫌道謝出土文物 什麼 張惠 跟我走一趟吧 老婆 沒想到你說的是真的 你太厲害了 双双 多虧你剛才及時住職 不然剛剛惹上官司 可就是我了 朱夫人客氣了 朱夫人 朱夫人 你的兒媳可真是神啊 有你這樣的好兒媳 我可真羨慕你啊 他也就運氣好 只要是 朱夫人夫妻好 老公怎麼樣 我不是給你長臉了吧 長啊非常長臉 但是你怎麼知道 肢體孤独的問題啊 對對對 快給我們講講 我還不知道的 因為剛才他端上來的時候 我聞到了一股土雞味 所以我就覺得會有問題 對 我想起來是有個腥味 你真的很仔細啊 我說笑了 不敢當不敢當 羅老 我還有很多要上 你接受的地方 好好好 我的家門 對你隨時傳開 歡迎你到來 朱夫人 那我就告知了 羅老慢走 好 朱夫人 你兒子可給你娶了個好媳婦了 是啊 楚家有這樣的兒子而喜啊 日後啊我們要望成莫及了 婦兒雙雙是很優秀 現在他們大方一致 再這樣下去 出家寄訓人 給你什麼事 莫名人再去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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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先留意留意儲家吧 朱家有幾個合適項目 我一會就讓管家拿去儲家 那多謝朱夫人了 是我多謝你才是 日後有什麼事儘管來找我 我一定能幫你解決 朱夫人那就別送了好 孟 朱夫人跟你說些什麼 沒說什麼 他就說以後有機會多多來往 朱夫人家頂英時 在江城也是出入民的豪門 多和他來往對儲家有好處 就是可惜沒有談成什麼合作 媽合作也不是一天兩天真的談成的 不要著急嘛 對呀媽別急 行了 念在你今天給我們爭了口氣的事上 我暫且不和你計較 放棄書法協會的事 不過奶奶可沒這麼好糊弄 你們做好被奶奶責罚的準備吧 等等媽 我們送你吧 我是儲家夫人 這電動車配不上我 你們自己做吧 老婆別放心上 媽媽就是刀了嘴刀不心 那我來看 好 哇啊 老公 老公沒事吧 老公沒事 你怎麼樣 你們兩個混蛋東西不看路是吧 趕著偷偷愛情啊 我們急得好好的 明明是你們撞了我們 趕緊跟我們道歉 我呸 你們刮花我上百萬的豪車還想讓我道歉 門都沒有 親愛的是誰貨腿 呦 這不是被我甩了的病樣子前面有處風 和沖洗家裡處家的賀雙雙嗎 說什麼 說什麼年代 還有沖洗這種糟粕的存在 關你們什麼事 呦 還挺糊 你看他這一臉病樣子甚虧樣 寶貝 多虧你當時把他踹了呀 親愛的 說什麼呢 我可是連手都沒讓他碰過 可別亂吃醋 周小風 趕緊給我們道歉 道歉 講得倒挺美 倒是幾年沒見 瞧你這勤算樣子 不愧是故意碰瓢賺錢養家糊口的呀 寶貝 賺他們是不是碰 今天刮花了我們的車 必須賠錢 沒有一百萬誰也走不了 一百萬 什麼 你們這是在敲詐 就許你們碰瓢不許我們敲詐了 我家親愛的 可是在江城豬家豬市集團工作 是年入百萬的項目經理 今天是特地去趕出公司簽合目的 可耽誤不起時間 不想惹事就趕緊賠錢 你在豬夫人手下工作 害怕了吧 趕緊賠錢 要不讓你們在江城無立足之地 哈哈 我們還真不怕 你趕緊給我們道歉 否則 都死到臨頭了竟然還這麼囂張 慶祖吃吃罰球 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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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人家是來拿合同的吧 我這正準備去公司呢 就被這兩條狗給擋了路 住嘴 你居然敢說豬夫人的客人是狗 你好大膽子啊 啊 這什麼 豬管家您弄錯了吧 這瓊村的楚風和賀雙雙 怎麼能致尊貴的豬夫人的客人 不這樣的恭喜 竟敢置疑我 啊 不想離開江城 趕緊我滾蛋 是是是豬管家 我們這就滾這就滾 楚先生 賀小姐 真是抱歉啊 都是豬家管理不善 主管家客氣了 你頂過他們兩個懲罰了 這件事就算了吧 還是楚先生和賀小姐啊 氣量大氣 呃 我剛才去豬氏集團啊 正好拿合同 與楚家合作 正好順路 不如燒二位一場 給予楚家的合作 不用了主管家 你先走吧 好 那回頭再見 老婆你先別忙 豬家要跟楚家合作 我沒聽錯吧 老公你沒聽錯 可是 豬氏集團 根本不限和小小楚家合作 怎麼會 難道是你 老公你沒猜錯 這次我幫豬氏人避免了這場麻煩 所以他就用項目合作來報答我們 本來還想讓主管家 把項目合同書送來再告訴你 但是 現在對你知道了 驚喜 不 是驚喜 天大驚喜 有了這主家合作 奶奶就不會發呆了 老婆 你真是我的福星 老公你也是我的福星 走吧 我們回家 嗯 媽 你是不是知道啊 賀雙雙今天為我們出家真面子了 不但書法比賽第一名 得到了羅老的賞識 後面還拆穿 張惠倒賣文物大放異彩 哎呀 什麼大放異彩啊 最後還不是拒絕羅老 邀請他們進書法協會 奶奶 讓我們損失了幾天上流社會的機會啊 這這簡直大逆不到 什麼 這真的假的 是 不過他說是德不配位 所以拒絕了 哎呦媽 他的話你還信啊 以我看啊 他肯定記恨我們 三年前把他驅逐出楚家 這是肆意報復咱們呢 主天你別胡說八道 主天你怎麼總針對我老婆呢 針對 我哪也針對了 我說的是事實好吧 難不成最後你們同意羅老的邀請 又進入書法協會了 沒有 這麼好的機會都放棄了 還不給我跪下認錯 媽你別生氣啊 奶奶 這件事說上做並沒有錯 怎麼選擇是她的事 肉奶們都錯了 反了反了 但不楚家前程 就是罪人 就是有錯 就是就是 楚天 您是不想留在楚家了嗎 還敢頂嘴 媽別生氣 這件事是他們衝動 但通過今天的事 上流夫人們 對賀莎莎賺不絕口 這次去的目的也達到了 相信很快就有合作來的 媽 你想什麼呢 那我們回來這麼久了 怎麼沒有合作找來啊 合作一會就送來了 對 豬市集團有合作項目 找楚家合作 主管家馬上就要送合同過來 像什麼呢楚風 豬市集團那麼大的公司 怎麼可能自降身價 和我們楚家合作啊 小天 怎麼說楚家的 楚家哪有這麼差 哎呦媽 我說的那不是事實嗎 咱們楚家現在是一年不如一年 其實啊 早就跌入二流家族的行列了 不錯 若是我們楚家 有人能進入江城說法新會 或者能跟豬家這樣的 世家合作 那我們 楚家重回一流家族 現在連合作的機會都沒有 而自欺欺人幹什麼 奶奶 我沒有撒謊 豬家真的想和楚家合作 奶奶 不信的話我們就等等看 豬家會不會送合同來 等什麼等啊 你以後會相信你們的鬼話嗎 還等一等 等多少時間 三年 五年 十年夠嗎 你 反正今晚就可以奶奶 再等半個小時 我看你們真是不見關節不落淚 行啊行啊 那就等吧 半個小時我等得起 奶奶這半個小時明顯就是白等啊 我就再等你們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之內如果合同沒有送來 第一 跪下向我道歉 第二 退出楚氏集團總裁的位置 不忘了你敢躲 我敢 等等 如果合同送來了 那你就離開楚氏 從此不在於我老公 就總裁之位 還等合同送來了 再說吧 你不敢 老婆 算了 我們沒必要和他計較 老公你說的對 像他這種出爾反爾的人 就算答應了也沒用 說誰出爾反爾呢 老夫人 真不好意思 打擾一下 哎呦 就可以生效了 哎呦 這可是十億的合同啊 周管家 你沒弄錯吧 沒有搞錯了 夫人 合同呢 我已經送到了 我就就此告辭了 十億的合同啊 還是月亮灣填海建樓的項目 這可是穩賺不賠的項目呀 是啊媽 這可是多少家族 真破頭都搶不到的項目 竟然給我儲家了 好 好啊 主婦 雙雙啊 你們這次幹的不錯 奶奶 這是我們應該做的 公司交到你們手上啊 好啊 好啊 以你現在的手腕啊 我也就放心了 哈哈哈哈 主婦 很得意是嗎 哥我沒有 暫且讓你們得意幾天 我保證 不會太近 老公 楚天的心眼小 楚家他是在必得 我們早晚會碰上的 你別太傷心了 沒事老婆 楚天啊 他屢次給我們使絆子 這次 從家我勢在必得 相信我老婆 何双双 平生每次你的運行這麼好 憑什麼 憑什麼 兒子 後面又和我欺負你了 你怎麼在這 你不是進去了 你找到這來幹嘛 要被楚家人發現了 這就完了 我出來了 你後爸被關進去了 是不著急找你辦事嗎 打不動你電話 整道是來找你了 你們偷盜古董倒賣這種事 我沒法幫忙 要是牽扯到我 那就完了 兒子 有貨爸還在裡面 各位一千萬中學 給我就走 一千萬 我哪有那麼多錢啊沒有 兒子 我可是你親嘛 你不能見死不救 我再跟你說一遍 我這楚家大上也楚天 和你沒有任何關係 懂嗎 你給我一千萬 不然我就去楚家 把你的身世說出來 你 你已經敢威脅我 我也不想 但是你後爸還在裡面呢 你不能見死不救 我給你一千萬 那是我的紳士 一定要瀾在肚子裡啊 好 我答應你 啊 這一千萬 給我這麼多年的積蓄 兒子啊 你可是楚家大少 只要你真正掌握了楚家 整個楚家都是你的 撤一千萬 算什麼呀 哪有那麼容易啊 現在賀雙雙和楚風 婆受奶奶重視 哪還有我半點爭權的機會呀 我聽說 楚家真正掌管楚家的是 楚老太太 對 哎 怎麼 你有什麼好辦法 既然你奶奶有權做主 把楚家給誰 那就從楚老太太入手啊 我知道該怎麼做 媽 我奶奶怎麼了 你奶奶午睡感冒了 那我就請醫生 楚風他們剛剛送走醫生 對了廚房燉了藥 就是又編在罐子裡 倒來為奶奶喝下 哎我馬上去拿 從喝到藥 如果讓奶奶喝錯藥 那 好 嗯 嗯 我看藥剛好好還有點燙 得再涼一涼 藥就是要趁熱喝 哪能涼那麼久 媽 叔父你奶奶的藥拿過來 趕快給奶奶喝下 好的媽 好的媽 好嗎 米西瓶嫩肉的 啊這我來吧 慢點啊 奶奶 你怎麼了 奶奶 媽會不會餵錯藥了啊 什麼 餵錯藥 不可能 這個就是右邊的罐子 既然是這樣 為什麼奶奶剛好 現在變成這個樣子 你又害奶奶你 你 楚天 你不要胡說八道 奶奶 奶奶 快醒醒 奶奶 你們趕緊去找黃醫生 我的手機在跟奶奶 燉樣的時候 陸視頻給黃醫生看 落在廚房了 我現在就去拿 我來吧 我問黃醫生 我奶奶病去江州 你趕快來一趟 不行啊 奶奶這樣下去會有危險的 我們得想想辦法 奶奶有什麼辦法 餵錯藥了 哎呀媽 真的怪何柔和楚風 故意給奶奶餵錯藥 心愛奶奶 楚天 你不要誣蔑人 我誤蔑你了嗎 我說的不是事實嗎 我們也是無心知識 再說了 我們怎麼會害奶奶呢 為什麼 你覺得你奶奶沒了 才沒人動你的公司 我說錯了嗎 楚天 我為什麼為了公司 心愛奶奶 你不要亂說話 夠了 你們別吵了 等奶奶醒來 自有說法 怎麼樣 快快快 逼人在這兒 黃醫生 心意務必救好我奶奶 你個病老爺滾原地 別耽誤黃醫生看病 楚天你別動我老高 你給我閉嘴 黃醫生麻煩你了 突然是吃錯藥了 這才加重了公司 果然吃錯藥了 那我媽現在怎麼樣了 藥已經慈下了 沒事多注意休息 以後別再吃錯藥就沒事了 哦那還好那還好 哎奶奶 還有點不舒服啊 還好 就是有點乏力 現在好多了 這是怎麼回事啊 這這是怎麼回事啊 哎呀奶奶您不知道 這除他們一會出了藥 奶奶 我沒有 奶奶 我老公相信您藤年還來不及呢 怎麼會害您呢 就是楚天他胡說八道 還敢小便 好啦好啦 那我清靜一會兒 這次啊多虧了黃醫生了 又讓你多跑了一趟 這本來就是我的正面的事 只不過我夫人身體 本來就保 我再讓我再噴一次 情況會鋪面 以後大家注意千萬不要再弄頭咬人 是是是 黃醫生請放心 下次絕不會再有來 黃醫生 等我身體好起來 我定會好好謝謝您吧 幫我送送黃醫生 老夫人嚴重 黃醫生慢走 黃醫生 奶奶 楚風 賀雙雙 你們倆給我跪下 奶奶 你真相信楚天說的話呀 難道小田說的不是真的 當然不是真的 那藥罐子被人調換了 所以我們才弄錯藥的 我懷疑就是楚天故意幹的 賀雙雙 你哪在進水了吧你 這個時候還忘了我身上潑水 賀雙雙你別給我電倒是非 媽 奶奶 這件事明顯就有古怪 如果我要害奶奶 怎麼可能親自把藥端給奶奶啊 這麼有指向心 明顯我們倆是無辜的 對呀 想而易見 誰把藥罐子調換了 誰就是真正的極限可助 哎 這倒也是 哎呦媽 奶奶 你別聽他們胡說呀 我看他們就是混淆視聽 目的就是我擺脫嫌疑 奶奶 他給你餵錯了藥才導致你昏迷的 都是他們的錯 楚天你 行啊 倒錯藥就是做錯事 給我跪下 你們就跪下認錯吧 等等老公不能跪 這件事你要是認錯了 跪下了那這件事就說不清楚了 賀雙雙雙 你個沖洗的東西竟然忤逆奶奶 我 老婆 確實是我倒錯藥害奶奶婚迷的 這件事受錯了 做錯事就得認罰 我認罰 等等老公 這件事明明就是楚天的全套 你也是受害者呀 你個沖洗的東西 死到臨頭了還敢污蔑我找打 老公 老公你怎麼了老公 你怎麼吐血了老公 你別嚇唬呀老公 兒子你沒事吧 快叫黃醫生 奶奶 我沒事 老公你都吐血了 你還說自己沒事 老婆 是你要以活 我感覺自己身體結實了很多 所以我真沒事 我看著你也沒事 剛才指揮是裝的 為了引起大家注意罷了是吧 楚天你裝一個試試 你 好了好了 到處要的是我都沒事 就算了吧 哎呀奶奶 怎麼能這種親戚的算了呢 楚風差點害了你必須延長 楚天到這個時候了 你還想心愛我老公 你真是其心可助 賀双双 你個沖洗的東西 沒資格跟我說話 楚天 賀双双是我老婆 你別一口沖洗 一口沖洗就著 我就這麼證了怎麼著 今天差點把奶奶被害了 還想請你原啊你們 門兒都沒有 老公 我老公 我看害了男人是你 你別想否認了 我有證據證明 證據 什麼證據 有本事拿出來 好 你給我等著 你不是說證據嗎 你拿手機幹什麼 媽奶奶這就是證據 笑死我了 一個破手機就是證據 你逗我玩的嗎你奶奶 這就是我當時給您燉藥的時候 手機放在廚房錄步著 問黃醫生的視頻 之後我和老公就從黃醫生離開了 手機就忘在廚房了 你還錄視頻了給我 哥 我們先把視頻看完再說吧 是啊 你不是說我們兩個要害奶奶嗎 好啊 有了這個視頻 我看你怎麼說 到底看看誰浪子野心要害奶奶 給我跪下 你的女子 奶奶雖然知道錯了 可是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雖然調混了藥棍 可是倒藥的人 是楚風啊 媽 你別生氣 我覺得小天也不是故意的 應該是陰差陽錯吧 媽 可是楚天並沒有告訴我 他電話要關的事情啊 對呀 這顯然就是故意為之 你真是有心嫌惡呀 楚天 他們說的是真的嗎 當然不是真的奶奶 我是忘了我電話要關的事 我哪知道楚風你倒藥 卻這麼多您的藥呀 媽這件事顯然是個烏龍 兩兄弟都有錯 不過他們也不是故意的 行了行 不僅是到此為止吧我也累了 奶奶寬宏大度 還不趕緊謝謝奶奶 謝謝奶奶 謝謝奶奶 您怎樣肚子裡能撐船 我這就扶你去休息啊 不用不用 楚風 何雙雙 你倆真是走了狗屎 看他搬不倒你們啊 你覺得 果然是一架全盗 我是故意的又怎麼樣 你找奶奶高中 看他會不會相信你 楚天 我知道你想爭奪楚家之位 但是你怎麼針對我都可以 為什麼要連累到奶奶 對啊奶奶年事已高 而且他那麼寵你 你怎麼能用他的身體來對付我們呢 這次牽涉奶奶是個意外 不過算你們走運 你搞倒你們 從現在開始 我們之間的爭鬥 正式開始 老公 老公 老公別氣身體要緊 我沒事 我只想說楚天 既然真不可憐 楚天就是這種甩一招的小人 你別擔心 我去派人跟著他 不能讓他這種人 接管楚家 喂 我知道了 我跑了怎麼了呀 老公 楚天剛剛偷偷接觸了你公司的秘書 說是對方拿兩百萬 讓他做一件事 這楚天越來越過分了 他到底想幹什麼呀 不行 我們不能讓他計謀得逞 老公 楚天奉行這件事 肯定還會做其他事的 何況 哪有千日方賊的道理 我們 不如化被等為主動 一舉擊潰他 你的意思是 這是 是 行 算數的吧 奶奶 你藏的夠深的吧 我找了這麼久才找到 接下來 接著密室的股權合同 進 楚天奉 姚漾 你來了 我一般的事 但是怎麼樣 楚天奉這是您要的 楚氏集團居家人的持股合同 這麼快 你怎麼就拿到這麼保密的 不算合同了呢 楚天奉您分負的事 姚姚都示範在第一位的 而且也是我運氣好 哦 楚總他剛重新進入公司 有不少人不服從他 上面無法展開他 只能拿出股份 這才穩定局面 這讓我找到了機會 不信的話 你可以去問一問 幹得好 這張卡里呢 有兩百萬 密碼六百零 啊 謝謝楚大哨 楚大哨 既然印章和合同都在您手裡 為什麼您要把股份轉給楚風 而不轉給自己呢 這不是本魔頭痴了嗎 嘿嘿 這你就不懂 我們家奶奶呀 是最討厭被我搞小動作人 如果他發現股份都變成楚風的 那等待楚 就是失落了 到時候股份 這都是我的 嗯 臭大哨 您這招真妙 你可太厲害了 哼 我們家楚風啊 跟我比 還是嫩的很 行了 你先回去 別讓楚風發言說不對勁啊 好是 如果圈套都不知道真是蠢 奶奶 您看這是什麼 什麼 咱們家楚風 竟然暗自把咱們家所有的股份 都轉移到自己的名下 這這不可能吧 索索 你竟然背著我 幹這種事 你還有這麼話好說 奶奶 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 事實就在眼前了 把所有股份轉移自己名下了 還裝的不知道 奶奶 我們真的不知道 這裡面是不是有什麼誤會 沒有什麼誤會 事實就在眼前 你倆真能狡辯 你們倆給我跪下 馬上給我交代清楚 奶奶 親者自欣 真實 也沒什麼好說的 奶奶啊 別問了 楚風這種人就是狼子野心 他這種人心機太深了 我覺得第一 先把他所有股份都會收回來 第二讓他永遠的 趕住楚家 趕住楚家 是不是太過了 有什麼好過的 他竟然背著我 挪走股份 還敢偷我的硬張 這些事絕對不能原諒 從今天起 把公司就給我移交給楚天 還有把股份全部給我還回來 奶奶 別叫我奶奶 你要是再敢武力 滾出楚家 兒子 你聽奶奶的話 趕緊把股份還回來 是 楚風 趕緊再轉讓合同上簽字 我還給你 我餓了 我餓了 她還給我扛 什麼 我餓了 我餓了 我給你 走路轉轉 公司又到我手裡了 手下外將不氣嗎 你別得意 我就得意你能帶我和啊 哎呀時間不早了 我得打理我的公司去啊 拜拜 老公別氣 我不氣 這是為什麼剛才你不欺負楚天 老公別急 我派的人去調查楚天 得到了一點意外的東西 但是現在不知道是真是假 所以等到他把底牌全都亮出來 我們就收我 我信你 兒子我的寶貝兒子 我的 你怎麼變成這不鬼樣子 還不是你愛情老的後爸 被我被沒收縫 我又花了所有進去把他撈出 但是他不能接受一瓶融蟹 但是他不能接受一瓶融蟹 結果就借了錢買收藏品 結果那些收藏品都是假的 那那後來呢 收藏品是假的 你虧得卻本無貴 還欠了高利貸 賣了公司賣了房子 你現在只能流落街頭了 媽媽沒辦法 不是太沒辦法了 再給媽媽一個億 一個億啊 你在開什麼玩笑啊 沒有什麼錢趕快走 你不是已經奪得了 褲氏集團總裁的職位了嗎 這點錢對你來說算什麼啊 你不能見死不救啊 沒錢快滾 兒子我可是你親嗎 你要是不給我錢 我立馬就顧問你的身世 讓你我滾啊 我也是你的兒子 你怎麼能這麼對我 兒子你就可憐可憐你媽媽我吧 行 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 以後別再來找我了 好好 這是我的好兒子 怎麼了 我派的人說 主權農友公款高達一個億 一個億 他瘋了吧 他要這麼多人幹什麼 我的人還在調查 不過這件事 加上他偷印章轉移股份 誣陷你的事 奶奶足夠會厭棄他的 走我們去找奶奶 現在可以整治他了 什麼楚天竟然挪走一個億 這孩子怎麼會挪用公款 是不是有急事啊 有急事也不能挪用公款啊 馬上給我楚天叫來 奶奶 你怎麼了誰趕緊生這麼大的氣啊啊 給我跪下 奶奶 你你打我幹什麼啊 打你幹什麼 你自己做的事還要我提醒你嗎 我做什麼事情啊 我做什麼事情了 請奶奶明察 事實並不知曉 楚天 你別再裝了 奶奶已經知道你挪用公款一個億的事情了 不止挪用公款 還有你偷奶奶印章 轉讓股份栽贓我老公的事 奶奶都知道了 你趕緊從事招來吧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印章和股份轉讓的事 這個錄音筆全都記錄下來了 挪用公款還需要我拿公司的報表 你才承認嗎 這都鐵鎮如山了 你還不趕緊認錯 奶奶 孫兒知道錯了 你就原諒我這一次吧 奶奶 你原諒我這一次嗎奶奶 你終於承認了 媽 氣大傷身 別生氣了別生氣了 氣死我了氣死我了 家門不信啊 給我給我打 哎等等奶奶 出鏈 奶奶 我這次犯錯了我難吃其就你 你就打死我吧 好你趕緊給奶奶認個錯吧 是媽 奶奶 孫兒知道錯了奶奶 你就原諒孫兒這一次吧 看他了吧 即便我犯了錯 奶奶和媽媽依然可以原諒我 你敢動啊 你 你以為我們不敢嗎 大哥 這第一巴掌是打你敢投奶奶的印招 這第二巴掌 打的是你敢誣陷兄弟 心怒奶奶 這第三巴掌打你自私自利能用公款 讓公司面臨自隱難斷裂的危險 何双双 該死你大哥 難道這三巴掌你還不服嗎 難不成還想咱來三巴掌 難不成大哥心裡不服氣 沒有 我我沒有 幹什麼呀誰讓你動我兒子的媽 可憐的兒子疼不疼 誰誰讓你打小天的 奶奶不是你剛才讓我們打的嗎 對啊奶奶 我們也是聽了您的話 才懂我打他的 難道我們做錯什麼了嗎 哎呦 是我讓你們打的 但但你看把我的怪神 哎呦我打的這個樣子你看看 奶奶媽 我說話整個漏風疼 媽奶奶哥做這樣是零就應該受罰 不然他以後變本加厲的 我不會的 媽奶奶 我也深刻的知道我錯了 但是我這麼做 那都是有原因的 什麼原因 奶奶我偷用一張轉股份 陷害楚風 確實我做的不對 我嫉妒他 我想得到董事長的位置 這件事我絕不否認 可是 剛剛打了我三巴掌 這也算兩清了吧 媽 閉嘴 你這麼小心眼還要繼續追究嗎 好算兩清了 但是楚天挪用公款的事鐵證如山 你總得受到懲罰吧 奶奶 我總用公款 那是為公司找新的業務 我都是為公司好呀奶奶 哎呀這麼說是誤會我的寶貝兒子了呀 大哥你這也太好笑了吧 如果說你是為了公司 那這一個億的虧空你到底去哪兒了 哥 那流水賬單怎麼也要有的吧 我 我把一個億給那個人之後那個人說 這是可以翻倍的 可後來我聯繫不到他我才知道 我是被騙了呀 原來是被騙了 媽 這狗花蓮騙的話你也謝你給我閉嘴 哥 難道我老婆說錯了嗎 你要真的被騙你怎麼不去報警呢 對呀 這一個億都被騙了你怎麼不報警呢 我要是報警的話 很多外人都知道了奶奶 這外人知道了肯定會笑話咱們儲家的呀 奶奶 我這一次挪用公款又被騙 是我的你怎麼打我罵我都行 就是不能對我失望 我也是一心為了咱們儲家 才做的這種糊塗事啊奶奶 媽小天這麼誠心 這件事也不是他故意的 這件事應該原諒他吧 奶奶原諒他容易 但是一個億的虧空怎麼填補啊 小天這個事情也不是故意 就算了吧 至於虧空嘛 呃除風 把你的股份賣了 給你哥哥填補吧 謝謝奶奶謝謝奶奶奶奶 為什麼賣我的股份啊 你的股份最多呀奶奶 你也太天心了這次是楚天的錯 為什麼賣我老公的股份呢 要賣就賣他的 你給我閉嘴 這個家是我說的算 你們少說話 奶奶怎麼說就怎麼做 媽連你 如果今天換成是我 媽 奶奶 你們也會這樣維護我嗎 奶奶媽 我老公到底是不是你們親孫子 親兒子啊 他都這樣了 你們對他也太不公平了 你們現在這樣對他 一個重啟的東西 少帶小不理解啊 算 畢竟會是外人 你怕你們想他就賣吧 老公不能就這麼算了 這對你太不公平了 他們這麼對你 也太過分了 這件事絕不能這麼算了 媽 這 那你們想怎麼辦啊 難不成 賣我和你媽媽不笨 要賣就賣楚天的 奶奶 我這也不笨哪兒夠呀 那是你的事 本來還對你們有些期待 現在看來 我老公對你們那麼用心 就是錯了 賀莎莎 哪有這麼挑不理解的 媽 難道我老婆說的不對嗎 楚天他根本無法接管公司 他一次次犯錯 你們都疏弱無睹縱容他 而我呢 就算拼盡全力 得到的也是全他剩下的 何其不公啊 你大哥再不棄也是你大哥 是楚家的大少爺 可我也是你孫子呀 奶奶 你只要讓楚天接管楚家 跟你不想過我呢 我也想接管楚家 我也有資格寄人楚家寄人的位置 你們為什麼不能一宿同仁呢 楚風這不是你身體不好嗎 我們也想 不讓你操勞 勞累 就是楚風你怎麼能這麼想 當一個青森少爺吃好喝好還能享樂 多好啊 你閉嘴 楚天 你是最沒有資格講這句話的人 奶奶媽 你們難道沒發現我老公的身體 已經有所好轉了嗎 是 你們怎麼會關心呢 你們只會關心楚天 哎 你們兄弟倆啊 都想成為我們楚家的掌權人 那好 我就公平一回 給你們三個月的時間 讓你們經營公司旗下的店面 你們誰的收益最高 那我就讓他做下一任的掌門人 你們看 有何意義 我沒有意義 奶奶 我有意義 這對我不公平啊 這最公平 行了就這樣 哎 你以為這樣就能贏我嗎 別做夢 這是公平競爭 楚家 我不會輕易讓給你 就你那剛要好轉的病秧子身體 我等著你不站而外啊 那就等著瞧 老公別擔心 我會幫你的 沒事 為了你啊 我為你一打敗楚天 走 我們去看我們將近的店面 耶 眼看著就做了總裁之位 徹底掌控主家 楚風賀雙雙 非讓你們徹底死心不可 給我挑一間 地段最好 銷售最好的門店 另外 給他們挑一間 銷售最不好 地段最差的門店 我讓他第一步 就白的徹底 你公司還有這麼爛的名字嗎 歡迎光臨 你好 我們是來介入門店的 這 怎麼沒有顧客啊 哎呀 這是楚小少爺 哦 我們這邊位置偏偏 受众不太多人 身體不太好 這二年來 來呢我就下班了 公司業務設計各行各業 偏偏給了你這麼一家破零食店 肯定是楚天故意的 我要去找他 我算了 零食店就零食店吧 可是老公 楚天肯定給自己安排一家 最賺錢的店 一起輕輕鬆鬆壓過我們 這麼做也太惡心人了 嗯 零食店還可以 只是 這零食店太舊了 你們得重新光追 好 老公我幫你 玄武 我要你做一件事 給你這麼多的 不需要 你把你把我都要去 吃好 你把我都說 我們一天的業績 你把你的現任 亂來 我這也開了一家店 咱們倆同一天開業 哼 開店是吧 我讓他開不起來 去吧 這怎麼還有家裡住店啊 弟弟啊 主天 你怎麼在這 看不出來嗎 我這也開了一家店 哎呦 咱們倆同一天開業 不過可惜了 你家的店 怎麼這麼小 楚天 你在搞什麼鬼啊 難不成你放棄原來的門店 來這跟我們競爭了 放棄 我那家店日進抖金 開這個店嗎 打發打發時間而已了 所以 你就是故意過來跟我們搶生意的 哈哈 你要這麼理解 也行 楚天等著瞧 老婆走我們開業去 我過路過不要錯過 今日處置零食店鎖店開業了 進來選購一律八折 歡迎各位顧客進店 哎呦八折 八折我要請 各位來賓 今天小店開業 一律進店的客人 五折 五折 咱們去看一下 凡是進我們店的客人 都贈送糖果一包 便先買一百送二十 前五十位顧客就能享受 快進來看看 先當先得 還送糖果一包 等一等 買一百二還打折嗎 啊 對打疊加的 快來吧 快來看一下快來看一下 今天進入我店的客人 一律買一送一和五折疊加使用 快來我這兒啊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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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做我開店就著玩你管得著嗎你你楚天你為了跟我們搶生意也太下血本了吧我們來日方長我就不信你天天能這樣跟我們搶生意老公我們走 老公別太擔心了 怎麼能不擔心呢 要是沒有客人就沒有業績 到時候業績比不夠楚天的話 楚家和公司都被楚天搶走了 孫家大少爺祝賀楚家大少爺開業大集 成門後外替我向張家和孫家表示感謝 我的好弟弟啊 各路豪門少爺都來向我祝賀賣我的面子 而你呢 一個都沒有吧啊 你怎麼知道我們沒有 哎呦 你還隨意幹嘛呢 你還隨意幹嘛呢 哦 原來是七兄弟啊 這個人緣這麼好 你怎麼知道我們沒有 哎呦 弟弟這麼寒酸 連一個道賀的人都沒有 楚風先生 諸氏集團的諸夫人啊 和江城書畫協會的羅老 特此派我啊 恭賀您啊 開業大集 楚家的管家 恭喜恭喜 哈哈哈哈 學武大人呢 楚先生 九天殿特奉龍女大人之命 前來祝賀您開業大集 老公 我抱歉少爺大人 替我謝龍女大人 楚先生 這次前來是替龍女大人跟著他合作的 楚先生 九天殿希望能跟楚氏民視聯繫 合作 這個是十億的合作 十個億的合作 少爺大人 您沒搞錯話十個億 楚先生您放心 我們是陳 等等 楚先生 諸夫人對您的處事 臨時連鎖定 特別感興趣 這五千萬的合作 你一定要看看 那就這樣 我就先告辭了 那就恭購楚先生家音了 老公 回魂了 高興壞了吧 老婆 這是真的嗎 我沒做夢嗎 你當然沒做夢了 這都是真的 怎麼會這樣 不可能 肯定是假的 合作給我看看 楚天 九天天送來的合作能是假的嗎 夠了楚天 也不用三個月了 我老公手裡面現在有十一個億的合作 就你這個小破店 開一百年也買不起 現在楚家是我老公的了 不 楚家是我的 楚家是我的 楚天 如果你不服 我們可以找奶奶平派 走老公 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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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病人的有這麼好的運氣 我不服 我不服 啊 兒子 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了 你來幹什麼 我說不再來往了嗎 兒子 血濃於水 你我母子怎麼不能來往呢 你幹什麼 兒子別著急走嘛 你爸都有搞什麼生意 還差個千八百萬的你看 我不是才給你一個億 這麼快用光就算了 還來找我 當我是什麼啊 水管機嗎 兒子兒子 學會千萬 發誓 以後這是最後一次我幫你要錢了 沒有 一分都沒有 別來煩我 跟我滾遠點 兒子 怎麼能這麼對媽媽 你可是楚家大少 找我這楚是楚家 怎麼連這一點錢都沒有啊 我發誓 這是最後一次把你要錢了 我和楚風打了一台 他贏了 我輸了 現在別說楚家了 就連公司都沒 別來找我有錢了 我把錢都給你了 我求求你別再來找我了 啊 那那怎麼辦啊 別再找我了 我不想紳士暴露 被趕出楚家流落街頭啊 等等 那是楚風被趕出楚家 就沒人跟你這種楚家了嗎 你什麼意思 你有辦法 你說要是楚家知道楚風不是楚家的血脈會怎麼樣 你是說 你是說 好 你去和楚風相認 如果楚風真能趕出楚家 我再給你一大杯錢 啊 喂玄武怎麼了 龍女大人 上次您讓我調查楚天的所有事 我已經調查清楚了 老婆吃飯去 好嘞我知道了 喂玄武 等下資料幫我送回楚家吧 我先掛了 出門吧 出門 出門 你這次做的真不錯 給公司帶來十億億的合作 已經證明了你的能力 奶奶啊很欣慰 楚家交到你手裡啊 我就放心了 是啊 沒想到我兒子這麼厲害 嗯 謝謝奶奶誇獎 我會更努力的 只要你得意得意 哎 張夫人你來找誰啊 張慧你怎麼來了 我的兒 媽媽從頭找到你了 張夫人你這是幹什麼 什麼兒子別亂扔兒子 我沒有亂叫 楚風就是我的親兒子 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啊 張夫人 楚風是我弟弟 你說他是你兒子 你有證據嗎 我有親子監定 你們看 怎麼會這樣 我不相信 楚風是我十月懷胎生下的兒子 張慧 你別在這裡胡說八道 我沒有亂說 親子監定不能說明一切嗎 張夫人這裡面肯定有什麼誤會 沒有搞錯 親子監定你們不都看了嗎 天啊 媽奶奶 看來楚風不是咱們楚家的骨肉啊 我不信 楚風是我親手帶大的兒子 張慧 你別在這裡開玩笑 好 楚夫人 當年我在楚家做工 懷胎十月 生了孩子還向你請過假 她是帶著孩子上班 羨慕楚家富裏堂皇 孩子一生下來就能降福 所以 一時起了壞心 將兩個孩子 掉了包 你 你掉包孩子 老夫人 我自治罪孽深重 心裡煎熬 一想念兒子 所以想 這回兒子 我竟然不是娶她的孩子 老公 你覺得 這裡肯定有什麼誤會 誤會 親子監定的在這兒了能有什麼誤會啊 你你怎麼敢 哎媽你別氣別氣 至少真相大白了 也是好事啊 那被你帶走的孫子呢 對 我那小兒子呢 在哪裡 你快說呀 你快說呀你 我 我爸回去第一天 他就發著死了 啊 死了 怎麼死的 你胡說我兒子怎麼會死 你還我兒子還我兒子 媽你冷靜 不是 你別急你別急 快拉開 快拉開 哎媽你冷靜你冷 我拿什麼冷靜啊 你這個殺人兇手 媽 就算楚風不是你天兒子 可是他也什麼不知道 他是無辜的 無辜 無辜我兒子怎麼會死 他就是他 就是他的錯 他是殺人兇手 啊 對不起 對不起 對不起有什麼用 楚夫人 現在我和我兒子相認了 那我們就走了 你們楚家的財產公司 我們也不稀罕 我們楚家的財產公司 絕不會交給外人 你們都別走 哎媽 別著急別著急 這事情都過去這麼多年了 證據肯定沒了 我們也沒辦法懲罰了他們 以我看 把他們那個趕出去 讓他們江城啊 永遠無力做之地 立刻到他們不去 對不起啊 我們這就走 趕緊滾出去 等等 參見玄武大人 不是玄武光臨韓室 所謂何事啊 玄武 不用隱瞞我身份了 直接告訴他們吧 老婆 什麼隱瞞身份啊 是 羅尼大人 據我調查到 我調查到 二十年前 張惠 照顧未斷氣的楚家大少爺 和楚天 做了調換 並且當初楚天 搏斗了一個億 給張惠 如今 他們倆 偽造了親子見並 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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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誰是龍女大人啊 是吧 楚天才是被調換的 學武大人 你剛才所說的一切 都是楚天和張惠密謀的 沒錯 所以我老公的哥哥 早已和楚天交換 楚天根本就不是楚家的人 他還密謀想除掉我老公 是的龍女大人 他們倆就是想一起狸貓換太子 好啊 你才是狸貓 我打死你別鬧兒子 果然承認了 你們好歹多的心腸啊 好啊 楚天 張惠 你們好樣的 我們楚家是被放過你們的 奶奶 不要啊奶奶 雖然知道錯了 我雖然不是楚家的血脈 但是我早就把自己當作楚家的人了 呀奶奶 關 別噁心了 我要你們付出代價 媽 這件事交給我吧 玄武 是龍女大人哎 走 不要哎奶奶 救命哎 媽奶奶 他們會付出應有的代價的 老婆 老婆 你真的是九人家龍女 對不起老公 我一直沒跟你說 是因為我不知道怎麼開口 我怎麼會怪你呢 我老婆這麼厲害 得氣如此 不負何求呀 對 很可愛